北京时间4日晚,中超第16轮一场比赛,天津全剑主场1比2不敌河南剑业,从整体实力上看,全剑是要强国剑业的, 最终拥有张璐、王永泼、赵旭日、杨旭等国脚球员,再加上莫德斯特、帕托和全竞员三大强力外援,只可惜,全场比赛,全剑踢得很是糟糕,更有意思的是,作为一支押冠球队,全剑在落后的时候,不少球员情绪出现急躁,肘击、挥狗、踩踏,不知道的,还以为这是在打架呢? 这其中,王永泼和赵旭日尤为突出,中超不和谐画面,两大国脚一个挥走一个踢人,我们先来王永泼的表演,在没有机会抢到皮球的时候,竟然在背后想要挥拳击打冯卓一,还好后者有一个躲闪动作,否则打在后脑勺的后果,恐怕大家都知道吧? 遗憾的是,王永泼的这个动作只吃到了一张黄牌,而在吃到黄牌之后,王永泼还显得有些不服气,像裁判是一件夜球员拉人了,脾气真是不小。 好,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名裹脚赵旭日的精彩表演,第八十五分钟,全剑处在落后的局面,依次抢球的过程中,在根本不可能拿到球的情况下,赵旭日使出了连环踢,天津无影角,左一下右一下,直接将一卧放倒。 这个动作完全是输极了的表现,如果不是一卧正好躲开,就要被狠狠地踢上了,在吃到黄牌之后,赵旭日更是一点表示歉意的意思都没有,直接气冲冲地离开。 这到底是防守凶狠,还是脏?赵旭日和王永泼都是裹脚,然而,从本场比赛表现来看,实在踢得输球又输人,在明知道不可能拿到球的情况下,一个故意挥肘,一个故意踢人,当然,没有产生很恶劣的后果,裁判也只是给了一张黄牌。 但要是到了国际赛场呢?给你红牌也没话说,更遗憾的是,在犯规后,两人还都是感觉无所谓,太不和谐了,有球迷评价说,白斩鸡脾气真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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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